對我來說成功的三個心法呢 第一個最重要的就是不要抱怨 因為抱怨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然後90%的成功者呢 都是把時間花在解決問題上面 而不是抱怨上面 與其你有那麼多時間抱怨 也不如現在馬上去開始行動 然後去解決問題這樣子 然後第二個呢是不要找藉口 很多人會為自己的失敗找藉口 為自己現在處境找藉口 但是實際上90%的成功者 也是從不為自己處境找藉口 而是在你現在的處境當下 你能做最好的什麼事去努力這樣 所以如果你能夠做到100分 就不要只做到80分 全力以赴為自己挑戰一次試試看 第三個呢是不為人言 很多人會因為別人的言語 而不敢去做任何的行動 但是實際上90%的成功者呢 沒有統計的啦 也是都是去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而不是說因為別人的言語 而不敢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不要讓你自己的人生 掌握在別人的嘴上 而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上 全力以赴就是成功的關鍵 加油